足球预测分析,达尔科德vs马尔默瑞超足球预测分析,达尔科德vs马尔默列球者分析,达尔科德,达尔科德在联赛16轮比赛过后,成绩是2胜3平11负,总共打入11球,并丢20球,积9分,排在联赛第16位,达尔科德上轮联赛可唱挑战布罗马波塔纳,达尔科德在上半场第32分钟率先取得进球, 但比赛下半场,布罗马波塔纳加强了进攻,达尔科德后防频频出现漏洞,最终被对方逆转,达尔科德以1比2克场不敌对手,上轮联赛落败后,达尔科德遭遇三连败,且进四轮比赛不胜,目前球队排在联赛最后一名,保级前景堪忧,升巴马达尔科德本赛季在联赛7个主场作战,成绩是2胜2平3负, 总共打入13球,丢13球,球队主场能力不足,目前达尔科德进攻端拥有帕拉玛,斯塔德勒,马素克,图拉伊等,但除了图拉伊打入9球外,其他几人显有表现,达尔科德在中场人员上, 以拉万,莫伊恩扎,雷万和阿亚斯为主,这一中场人员配置不具备身高优势,在争强高点时没有优势,达尔科德的后防不稳固,且在的表现中规中矩, 拉夫维斯特参与到进攻后不能及时回撤,而且斯特兰容易失误,造成球队后防漏洞百出,达尔科德此番主场迎战马尔默, 马尔默虽然本赛继续成绩有所下滑,但达尔科德实力仍与马尔默存在差距,本场比赛恐难在主场取胜, 马尔默,马尔默在联赛16轮过后,成绩17胜4平5负,总共打入24球丢21球,积25分,目前排在积分榜第6位, 联赛考虑马尔默要打欧冠,所以上轮联赛倒在5月份就已经进行,球队上场欧冠比赛,在主场以1比1与克鲁日战平, 两轮下来,马尔默以2比1的总比分晋级到下一轮,马尔默本赛季主要精力放在了欧冠赛场上, 所以在联赛遭遇垮铁卢,目前球队与第一的索尔纳相差多达11分,本赛季马尔默要再想夺冠,恐比较困难, 马尔默目前在联赛总共踢了8个客场,成绩是3胜1平4负,总共打入12球丢14球,球队客场表现并不抢眼, 马尔默主帅安达陈在封线球员安排上,以罗森贝里和斯特兰德贝里备首发, 这两人分别打入8球和6球,实际上,马尔默本赛季中场缺乏竞争力,中场球员除列克斯外,来维基,特斯塔森和因诺森特几人都不能给球队提供帮助, 这也是马尔默本赛季在联赛成绩不佳的原因,在后防线上,温德海姆和尼尔森搭档中类,萨法里和拉尔松则在两个边路活动, 本赛季至今,这条后防发挥也不出色,马尔默与达尔科德历史上交手过两次,马尔默一升一平保持不败,此一即便施客场作战,马尔默也将占据优势,列球者数据,达尔科德,达尔科德近五场联赛比,赛成绩是一升一平三负,达尔科德近五场联赛比赛,总共打入8球丢11球,达尔科德近五场联赛盘路是一赢四输, 马尔默,马尔默近五场比赛,各项赛事成绩是四胜一平,马尔默近五场比赛各项赛事总共打入8球,丢3球,马尔默近五场比赛各项赛事盘路是一赢一走三输,编辑,列球者绿音战神免责声明文本,本文由用户绿音战神特约提供,以上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见解,观点仅供参考。